针对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美国有关两岸关系的谈话 那么台湾朝野的立委又是如何看待的 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 请张永泰来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 永泰你好 林芬你好 张志军好像谈到今年的六月 是台湾之行 那最大的感受就是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台湾最大的共识 那么台湾的朝野的立委对此有什么样的评论 好的我们有看到国民党的立委费洪泰 他日前有召开纪理会特约强调了 就是两岸关系是不能倒退的 那么台湾总统马英九也曾经表示在他执政之后 那么现在此时此刻可以说是两岸关系发展最好的这个情况 不过在一档方面 我特别采访了民进党的立委黄伟哲 他则认为两岸现在所谈判的这些经济协议 事实上台湾民众是有疑虑的 当然台湾民众是赞成两岸关系朝向和平的关系来发展 但是在这个经济的协议的背后 那么北京是不是有更大的政治企图 那么台湾民众对此是有相当高的疑虑 那么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观察的重点 就是国台办的副主任这个龚青盖 他日前来到台湾顺便把这个今年11月份 即将在北京举行的这个APAC 这是亚太经济会的这个邀请函 送交给了马英九总统 那么马总统到时候会派什么样的这个测试代表 代表他出席 那么尽管这个所谓的马其会是已经不可能举行了 那么到底台湾会派什么样层级代表 那么参加这个这一次在北京举行的APAC会议 以及大陆方面是否会接受达到什么样层级的台湾代表 来出席这次会议都是我们可以继续观察的重点 那我们注意到张志军说 说两岸关系和平的发展 不会受到台湾的前陆委会副主任张显耀 涉及的泄密案的影响 那么关于他的这个表示 台湾朝野的立委又是如何看的 好 那么民进党立委黄伟哲他认为 这个张志军的说法明显淡化了这个张显耀这个案子的重要性 那么他认为这个案子现在尽管已经进入司法调查 但是如果到时候确认了张显耀涉及泄密 那代表说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互信的确受到伤害 还有就是台湾民众对于马政府的这个信任感也会降低 以及那么对于中国大陆是否在台湾 尤其是政府高层内呢 是否安插了这个间谍这个情况呢 大家也会有高度的这个质疑 那不过这个执政党方面的这个 就是国民党立委费洪泰他特别强调了 就是说如果这个案子确定 那么张显耀是涉及了泄密 所以代表了陆委会这个主委王玉琪啊 那么他当时等于算是举发了这个事情 那么他的做法是对的 那么也算是功劳一见啊 那么无论如何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在台湾的立法院当中呢 目前还卡着这个两岸的这个 有关于这个服务谈判啊 服务协议 还有就是这个两岸的这个 协议的这个监督条例 目前都没有通过 那么国民党方面誓言说 在这个立法院的会期 一定要让这些法案通过 但是呢在两方面也认为 如果张显耀的案子查出来 是涉及泄密的话 那么这些案子呢 必须要进行抵制 也就是说接下来 台湾立法院对于两岸关系 所签署的一些协议 到底朝野之间会有些什么样的角力呢 是我们接下来观察的重点 林森 好 谢谢永泰 这是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 张永泰的连线报道